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我要用自己的保险修理车辆 而且还要承受不低的自付额 第二 我会在两个月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因为等待汽车维修而面临无车可用的境地 这让我感觉非常的冤枉和无助 我也只能期待警察能尽早地将这位肇事逃逸者抓到 并且完成后面的理配 时间一天天过去 警察那边没有任何的线索 我的朋友也为我们着急 看了我们手中的行车记录以后 他帮我们查到的这辆车 肇事车是一辆80年代的老车 在洛杉矶并不多见 而且很可能是家中收藏的特别爱好车辆 所以建议我在社区周边找一找看 也许可以发现这辆汽车 我也只能这样去尝试 但是在周边社区转了很多天很多圈之后 也没有找到类似的车辆 一天天过去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我的沮丧的心情甚至孩子们都感觉到了 小儿子在早餐的餐桌上 上下学的路上都在问我车辆的情况 并且问我车辆的特点 颜色 型号 他的询问没有减少我多少忧愁 甚至让我有些厌烦了 因为我知道茫茫车海 遍遍社区 找到这样的车辆如大海底捞针 更何况一个只上小学的孩子呢 他比我更无能为力啊 但是儿子还是在后面的日子经常询问我肇事车辆和当时事故的情况 希望可以帮我找到肇事车辆 就这样 大约在事故发生后一个月的时间 我记得事故应该是事故整整一个月的那一天下午 因为汽车还在维修帐中 我只能去走着接儿子下学 接上儿子回家的路上 我们又了解事故的车辆的特点 儿子突然走着走着冒出一句 爸爸你看 这辆车是不是撞你的车 我开始以为孩子随便说说 因为这一个月中儿子经常问我这样的话 这辆车是不是 那辆车是不是 但是都不是撞我的那辆车 儿子继续又说 爸爸你看看呀 我敷衍地抬头一看 因为这条路是我们每天上学下学都会经过的 而且很多家我都非常熟悉了 好像是这家的车辆我也看过很多次 以至于都不是特别在意 没想到这次儿子的提醒我定睛一看 一辆老师系部车停在那里 似乎真的有点像造势车辆 我赶紧拿出手机的照片进行对比 感谢上帝 感谢我的儿子 真的被我们找到了 因为这辆车辆太多 原来这辆车都是停在里面 今天它停在了最外面 所以非常巧合地被我儿子发现了 这真是踏破铁鞋 无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然而当我满心欢喜地把这造势车辆的牌照信息提供给警员之后 这封邮件就却如池塵大海 几周过去了 我们甚至到警察局去联络警官 结果被告知是回去等待邮件 难道只有这样一直等下去吗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几乎在失望中想到了我们的保险公司 我记得1300广播当中有一个节目介绍过类似的情况 说保险公司会在处理车祸的专业性和利赔情况当中 甚至比警察还有效率还专业 最后我果断找到了保险公司的利赔员 没想到对方一听到我们找到了赵氏车辆 他们又惊奇又重视又郑重地要和我们进行利赔案件的谈话 我想道理也很简单 如果真的找到赵氏人保险公司的赔偿款 就可以让赵氏者负担了 所以保险公司非常的热心这件事情 后面的结果真的是这样 保险公司利用各样的法律的手段 非常专业的在确认我们照片和行车记录仪的照片 对比后发起了追查手续 最终在三个月后事故案件了结了 由赵氏者全面赔偿 虽然到现在警察都没有给我们回复邮件 但是一切的事故所造成的问题都解决了 真的是神奇的经历 这个事故虽然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和困境 但是也让我得到了父子的关系中一段奇妙的经历 同时我也感受到儿子对我的关心和爱 还有他的坚持和他的好运 这件事成为他放在嘴上向所有认识的人分享的故事 他总会得意地向朋友们讲述 是我帮助我爸爸找到了那辆撞我爸爸的汽车 我相信这件事也会成为我和儿子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美好记忆 也许有一天我的儿子也有了他自己的儿子 他也会把这个故事讲给他的儿子听 这就是我的故事找到了 谢谢大家的聆听 也感谢1300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可以口述我们的故事 也可以让更多的华裔了解到别人的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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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